肯定还是气质超纯 独立无二的女人 怎么救你啊 小柳去陪高山了 谁打了 早把我喝了 那 跟我出去走走 三姑 走 怎么了 腿又骂了 其实跟我出去走一走 好不快 今天天上有很多现象 我知道 我能让他缓一缓一次 行 给你揉揉 刚才李静堯跟我说 她以前啊 就是专门负责养小柳的 有一次跑了一批 其实这个小柳啊 就是皮颖人身上 枣壳下的皮线 她眼看着小柳 好难飞了 难过了 对 所以咱们的财测是对的 对 没想到这个李静堯 还是我们的引路人 这么想一想啊 其实还挺有意思啊 你起来走一走 走一走好得快 走一走 走一走 对 羊 羊 头疼 你 你让我坐一会儿 坐 我一会儿再陪你 行 你缓一缓 你是多不想跟我出去 我跟你说 这个腿麻呀 真要命 也不知道是谁 每次总想要我一条腿 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就这样 你说 等我们两个都老了 腿脚不灵边了 谁不谁啊 你别看我 看我也是我父亲 那你们的小姐夫啊 吹吹风就感冒了命 你想什么呀 我在想 等你老了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肯定不能跟年轻小姑娘比啊 但是 重要的是这个但是 我在一众想老太太当场 肯定还是气质超群 独一无二的女人 中暗子 老太阳 词 二敗 我 怎么 那 什么 哎呦 希姐 看你这脸上发光的样子 跟我都跟合好了吧 我还是不要乱说话 你叫我小柳 你到时候跟昌东一辆车 你帮我盯着点她 我觉得她有点问题 怎么了 她是不原谅你吗 不是 我就是觉得 她给我的感觉好像 恐恙的事情 对她没什么影响 这不是好事吗 说明我东哥看得开啊 说明她喜欢你 所以既往不禁了呀 昌东是个重情义的人 不只是对我 她当初变卖家产 去赔给遇难者的家属 几乎避世两年 就因为一张照片 跟我进了大尔泊 尸袋准备了十八个 她不是只为孔杨派的 一个人做人的品性 肯定是不会变的 你不觉得她心里反常啊 我东哥 不一直都这样吗 反正你帮我盯着点她啊 答应我 知道 我知道 刘夕 这几天 我想到什么 就会往上写什么 有很多要说的话 我以为 到刘沙亚丹 怎么也写个七七八八了 现在才知道 写不完你 今天和你在独处的时候 不停在想 等你老了 你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老太太 喜欢穿什么衣服 偏爱什么口味 留什么发型 脾气是不是还这么霸道呢 我都想知道 因为 我的时间不多了 地图 最后 提供东西 干什么 不疬伤 都很明显 还是 嗯 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